狗眼看中国,中国天天讲 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5月31号 是5月份的最后一天 明天呢,就要进入6月份了 那对于中国人来说呀 这个5月份呢,已经很热闹了 你看有这个中美贸易战升级 华为被这个全面封杀 已经很热闹了 但是从明天开始呢 6月份会更热闹 有很多的大事 那不管你是在这个中国大陆也好 还是在这个海外也好 都没法呢,不关注这些大事 因为呀,这些事啊 就是中国大历史的一部分 再过个几年,5年或者10年 你再回头看看 再回过头呢,来看一下狗哥的这些节目 你肯定呢,就会感慨 哎呀,原来这个历史的巨变啊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这个呢,是狗哥的一个感慨啊 咱们书归正传,挨个聊一下 从明天开始 也就是2019年的6月份啊 中国将要发生的大事 第一个就是六四事件啊 今年的6月4号 是六四发生30周年纪念日 那中国人啊都特别重视逢五逢十的这个纪念日 今年的六四又是一个逢十的纪念日啊 已经过去30年了 另外啊,今年是2019年 中国人呢,还有一种说法 叫做逢九必变 就是说呢,每次到这个数字九啊 结尾的这个年份呢 中国都会出现一个大变化 而且呢,往往是一次这个大危机 你看,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国 1959年啊,是所谓的这个西藏暴乱 还有中国的大饥荒 1969年,中国和苏联啊 之间爆发了珍宝岛冲突 79年,中国和越南发生战争 那89年,六四事件 99年,法轮功包围中南海 2009年,新疆出现了这个七五事件 维族和汉族之间的这个民族仇杀 那今年又到了这个逢九的年份 你想啊,会出什么大事吧 那这个规律啊,很多年轻人他是不相信的 觉得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其实都是巧合 中国那么大,其他年份呢 也有很多大事啊 狗哥呢,在这儿呢,要说一下啊 社会心理学上呢,有一种现象 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 就是说呢,人们啊 往往有一种这个先入为主的判断 不管这种判断啊,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理性 但是呢,他或多或少呢 都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 那最后的结果啊,可能呢 就会导致这个判断最后真的成为这个现实 那逢九必变 其实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社会心理现象 到了逢九的年份 很多中国人呢,他就一心想着这个社会呢 会有这个大的变化 所以呢,一旦有一些苗头啊,有一些迹象 他就可能就这个积极的参与进去了 那最后呢,这个大变化 他就真的发生了 所以呢,到了逢九的年份啊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就会特别紧张 你别看他们都是这个共产党员 无神论者 其实呢,中共的领导人呢 都很迷信的 甚至呢,比普通的中国人还要迷信 他们呢,更相信这个逢九必乱 更担心出这个大乱子 所以在今年呢,就采取这个高压措施 对社会加强控制 那狗哥刚才说的 六月份啊,第一个敏感的日子 就是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 在中国大陆啊 六四年年都是敏感词 今年也是封杀的特别厉害 你像在上个月,四月份 中国大陆的民谣歌手李志 被全面封杀 演唱会不让办了 网络上他的这个所有的音乐 也都下架了 是彻底的封杀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李志的歌曲里 有一些会让这个年轻人 联想到六四 像广场 1990年的春天 人民不需要自由 这几首歌 所以呢,干脆就把他全网给封杀了 那前两天又封杀了一个艺术家 叫张岳 是搞当代艺术的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打压 他就是这样 原本呢,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些人 你封杀 大家呢,反而有了这个好奇心 反而知道这些人了 知道他们这个干什么事了 那狗哥也是这样 原本呢,不知道张岳这个人 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现在知道了 就是在5月27号 这周一 第13届AAC 艺术中国颁奖典礼 在北京的故宫举行 那据说啊 这个是中国当代艺术圈里 比较这个有影响力的评奖活动 那张岳拿了一个年度青年艺术家奖 他在发表这个获奖感言的时候啊 说这么多年来 在各个方面都感受到这个言论的限制和创作表达的不自由 特别是在六四三十年后的今天 站在距离天安门这么近的地方领奖 他感到这个更加惭愧 所以呢 张岳啊 确实是很有勇气的这么一个人 那在这儿 狗哥多说两句 就是对于六四啊 中国共产党其实是担心过度 时代不一样了 在八十年代 那时候的中国人啊 特别是年轻人 有理想 也有组织 有这个动员力 能搞出一些事 那现在 它是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人是一切向前看 大学里的年轻人呢 都是精致的 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完全不关心社会公共事务 那大街上老太太摔倒了 都没有人敢去服务一下 而且呢 个人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啊 完全是原子化 没有任何有力量的民间组织 然后呢 摔像头 微信群 监控 到处都是 无处不在 所以呢 根本就搞不出来什么社会运动 特别是六四 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呢 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 即便是这样 共产党呢 也要全力封杀 它专制政权就是这样 另外 在六月份 美国副总统彭斯 会就六四事件 发表一个讲话 具体日子 现在还不清楚 可能是在六四当天 也可能往后推几天 那美国副总统 这种级别的人 专门就六四 发表讲话 这个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也表明呢 人权问题 很可能会成为 川普对付中国政府的一张牌 以前呢 很多中国的精英 他是认为美国共和党政府啊 他不喜欢打人权牌 但是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中美全面开战了 所有的武器都可以用了 这是六四三十周年 六月份的第一个大事 那第二个大事 是香港人 对这个逃犯条例的反抗 这个呢 可能很多大陆的网友不太清楚 狗哥又多说两句 就是香港啊 他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司法管辖区 他和大陆之间 没有这个刑事罪犯嫌疑人的引渡条例 就是说 在香港的刑事犯嫌疑人 他只能在香港受审判坐牢 不能移交给中国大陆 但是呢 最近这几个月 在中国大陆的要求下 在这个中央政府的要求下 香港政府啊 就建议修改这个法律 要允许把一些刑事犯的嫌疑人 移交给大陆 这个呢 就引起了很多这个香港人的担忧 和强烈抗议 因为你大陆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他们担心呢 香港人将来呢 就会遭到中共的这个政治的迫害 你像最近几年 大陆已经可以这个秘密绑架 一些香港人到大陆接受审判了 更何况你香港要通过法律 要主动把香港人送给大陆 那香港人肯定他就不干了 所以呢 最近几个月啊 香港人是一直在抗议 那6月9号 他们呢 又号召在这一天 举行一个超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希望能够啊 给香港政府施加压力 让这个香港政府停止修改这个法律 这个示威的组织者说呀 这一天呢 参加示威活动的人数会非常多啊 会让这个中共感受到香港人的反抗精神 那到底会出现多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啊 咱们到时候再看 然后呢 6月份的第三个大事 还是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那狗哥在以前的节目里说过了 美国川普政府已经开始对剩下三千多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 那在6月17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啊 将举行一个听证会 听取这个美国社会各界对这个加征关税的意见 这个呢 只是程序性的啊 就是即便有很多意见反对 也不能阻止川普对中国加税 所以呢 在这个听证会举行之后呢 川普呢 就可以随时对中国加税 那在今年年初 特别是三月份四月份 中国政府啊 习近平本人对中国经济呢 他有一个判断 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止跌回升了 走出谷底了 这也是习近平敢于和川普打贸易战的一个底气 但是四月份 特别是五月份的中国经济数据出来以后 又特别难看 证明前几个月的所谓的经济回升 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啊 回光返照 那现在贸易战呢 又升级了 那下个月 就是六月份的经济数据呢 估计会更难看 那狗哥一直特别关注这个人民币的汇率 中国经济下行 又有这个贸易战 所以呢 人民币的汇率的压力啊 一直非常大 那最近这几天 中国的国内有一种声音啊 说是可以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破期 你像这个余永定 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他就说了 人民币汇率破期无所谓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因为在以前 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是不是破期 大家都认为呢 它是个风向标 中国领导人呢 他也这么认为 这个呢 主要关系到对中国经济的一个信心啊 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那现在呢 人民币呢 它可能真的是撑不住了 咱们看看六月份人民币会不会破期吧 狗哥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特别是 如果川普对三千亿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那肯定这个破期就板上钉钉了啊 以前有分析说过 如果川普加税 那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 可能会贬到7.4到7.5 反正咱们再看吧 这个呢 确实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事 这些呢 是关于这个贸易战 中国经济啊 人民币汇率 然后六月份呢 还有一件大事 就第四件大事 其实呢 它还是和这个贸易战有关 就是G20峰会 这个是六月底 六月的28号到29号 在日本的大阪举行 那这个看点呢 就是在这个峰会期间 看习近平和川普会不会举行这个专门的会谈 会不会在贸易战上有什么进展 在这个月呀 习近平他是定调了 要带领中国人重走长征路 也要把贸易战打压去 中国的这个民族情绪也都被煽动起来了 但是呢 也并不是说呢 他就肯定会这么干 中国的经济形势 川普的强硬 其实呢 也都给了这个习近平很大的压力 并不是说 他就完全不能妥协 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找到这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特别呢 是能够让习近平在面子上过得去 那达成协议呢 他是完全有可能的 刚才咱们是详细说了 六月份要发生的四件大事 也就是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 香港人反抗这个逃犯条例 贸易战 人民币汇率 以及六月底的这个G20峰会 最近几年 这个灰犀牛 黑天鹅这两个词 在中国呢 特别流行 灰犀牛 就是用来比喻那种 肯定会来的 冲击力特别大的威胁 那黑天鹅 是说这个意外事件 就是出乎意料的这个事 但是呢 冲击力威胁呢 也特别大 那对中国人来说呀 在今年 也就是2019年 这个中美贸易战 他就算是灰犀牛 习近平在贸易谈判里反悔 导致这个川普加税 他算这个黑天鹅事件 那在这个六月份 在今年 咱们再看看 是不是会有其他的这个黑天鹅事件呢 狗哥呢 认为是肯定会有 毕竟有那句话 逢酒必变 逢酒必乱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狗哥的节目 现在就点击屏幕上的狗狗图标 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